这个也是吃到一肚子气啊 这个是很有名的一间烧腊店 它在新北的三愁 那结果呢 有一群学生跟他们订了烧腊便当 好办活动就订了410个 预付了1.5万左右的订金 结果送来的便当根本就有少 所以学生就说那你要退钱吧 要求要退款7350元 可是老板怎么说的 老板说因为店里面发生了火灾 等分店开了就会来还钱 结果怎么样呢 原来分店开了隔天 老板竟然就卷款潜逃了 整个人失踪都找不到 而且呢第二天这分店也是同样关门了 这群人士就说 其实老板已经有很多的债主 都到原本的店里面去讨债 现在找不到老板 警方就说会依侵占罪嫌将他送办 油机叉烧端上桌 接的酥黄香脆令人失智大洞 还有炸玉米球免分让顾客吃到饱 新北三重这些烧辣店 一份便当不到100元 在当地消有名气 现在却被学生指控 就有款落跑 老板宛如任间蒸发 重回吉美店这家烧辣店 店家早在11月匆匆搬走 后续有其他业者顶让 透露总共有7名陌生人上面讨债 里头设备也坏掉 还没开店就得花好几万维修 他们也很困扰 当时老板还信誓旦旦 提供身份证个资 说一定会还钱 结果跳票 当时科技大学学生九月办活动 已够订购410份便当 预付15000元 但后来数量不对 将让事先给定金 一共要退7350元 老板使出苦肉计 跟学生说三重店发生火灾 等中和新店开幕就会还钱 没想到才开业第二天 对方就捐款跑路 实际打给老板没有回应 中和店没有其他业者接手 警方也找不到人 看准烧辣名店老字号招牌 如今竟然连学生钱也骗 现在校方提告侵占 希望老板别再神隐 华市新闻张德森 陆雨昕 新闻报道 Hello 我是蒋新梅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YouTube频道